詹Sir自爆20年前和五姑娘錯鞋後 五姑娘、詹順文、向海南和林家驊等等 昨天出席舞台的氣春酒店記者會 眾人在台上大講有味笑話 更加護送tee bag、為歌、氣春袋等等禮物 林家驊更加把女裝tee bag套在頭上 真是笑爆全場 五姑娘接受訪問時 就說看望和詹Sir合作已經很久了 一知道詹Sir答應 他就馬上吹反應 但知道今次詹Sir一接 我說只要他接的話 錢可以慢慢再談 你知道錢也很重要 喜歡做舞台傾 真的我也是貪錢的 但知道他做之後 我就說我吹反應 不是拆他的鞋 是真的等了很久 因為舞台界 我自己搭那次玩 都仍是覺得不是很專業 今次有一個男主角跟我一起去編學 即是我編學編做這件事 我是覺得真的沒得頂的 舞姑娘就得常所願 可以和詹Sir合作 而詹Sir自爆 其實二十多次已經和舞姑娘 有過初次解厚的經過 話說 在我無人問曉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了 五姑娘 你什麼時候無人問曉 我很早的時候 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現在我就爆出來告訴大家 當年 當我還在商場做MC的時候 五姑娘已經在一個大型的活動裡 是我主持的 已經出席 完了之後 我是直直無名的 但是五姑娘 在一個很多人的升降機裡 她居然跟我說 蛤 你的口才挺好 從此 五姑娘已經在我心裡 錄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是我的想法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那是那是不得了 音樂 是不得了